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再練一次 加先印象 來 從趙周四眾雲 趙周四眾雲 知法五難 唯先檢測 才有語言 是檢測是明白 老孫不在明白裡 師父還不信 是有聖門 既不在明白裡 不信了什麼 周雲 國地不知 身雲 和尚既不知 為什麼學道不在明白裡 周雲 問世集合 比賣搖退 好 這個趙周一上堂 那就開示 那開示 竟然那時候就有聲眾出來跟他對話 那假定以現在來看 可能就是出來踢館 踢館你們聽懂嗎 就不服氣 既然師父開示 徒弟來踢館 那為什麼追出戲呢 演下來 還會勞動後面的人 一直拍手叫好 先至於呢 在血豆河上 又把他列為頌骨百軸裡面的 一個很重要的公案 到了緣務扣勤呢 還要給他軸語 還要垂視 還要平唱一大堆 那究竟是在幹什麼 是真的單純的踢館而已嗎 還是兩個人已經老早就套好 透過這個演戲 讓大家來抓住 整個參產參就的這個要決呢 還是說趙作是一個大作家 禪宗所說的作家 就說自己在參就上非常有成就 然而又可以創造各種不同的官吏機關 創造這個殘跡 能夠創造特殊的 這個以信應信的傳法 能夠創造出很特殊的一個教學方法 創造出一個禪宗 全所未有特殊的一個 綿庭施售一個逼紮的方式 那這個就叫做作家 駐創人 好 那趙作是大作家能夠創造 當然是要來踢館的人 要不要也有能耐 假定沒有一點能耐 怎麼能夠來踢館 所以到底他是可以來踢館的呢 還是兩個都臨時起役的 趙作是臨時起役 創造了這個劇本 然後順便自己演 但是他只創造了一半 所以就有一個聲眾來和 一個唱一個和 來和著他 所以造作在創造這個劇本的時候呢 他只創造了前面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聲眾可能也不是來踢館 他也來創造一下 你做上人我給你對下人 來和你的 所以可能兩個人都是齁 臨時起役創造了一個劇情 那這個劇情總要有相對人家來延續啊 所以趙作創造上半部 這個每一齣戲的對話 他創造出來 他也不知道別人要怎麼創造 所以他這個聲眾又創造這一劇 他又能夠從裡面創造一劇 請問他們這個創造有異色立場嗎 可能都沒有異色立場了 只要有異色立場就沒有創新了 是不是 一定都沒有異色立場 可能他創造這個 他創造這個 那互相激勵 互相激勵 這樣跌上去也不一定 所以你們練那這一段 你不覺得他們是故意 也不是故意啊 就臨時起役 但是這個役也非役 這種有沒有聽懂 不是我們肅心的做役的役 他的臨時起役 是跳脫腦筋的做役 不做役的役 你的創役這種有沒有聽懂 有沒有搞清楚這一點 雖狀一搭一唱 變成一齒禪中很新奇的 很透視的一齣時 要讓門從這個戲中 看你有沒有能耐去抓到殘舊的訣竅 這個才是重點 好了那這一齣戲演完了以後 可能很多人看不懂 可能就像昨天我先跟你們解釋了 唉唷這個聲眾全部都做役了 做役也可以非做役呢 是不是 好了那這個劇本很多人看了 覺得很好很好 但是抓不到 他的這個劇情演變的痕跡 這個痕跡你看不到 你當然就抓不到 你也知道 趙周跟這個聲眾對話 所要顯現的殘跡是什麼 殘跡 殘跡的中跡 中跡的跡 就是互相對話裡面所隱藏的殘跡 有沒有留下了這個殘跡 第一個殘跡是疾風相對的跡 第二個跡是足跡的跡 中跡的跡 這樣有沒有聽懂 要抓啦 好啦 那緣無寇勤可能就是老婆心切 知道好像從這個劇情創作以來 沒有人搞懂 他覺得他懂啦 所以他就把每一劇給他足矣 把它點出來 那他點出來做一些是什麼 就像叫做劇評 電影演完了有人寫影評有沒有 戲劇演完了有專門的人會寫劇評 那這個這邊他間就是類似在寫劇評 包括緣無寇勤的前面的垂氏 以及這邊的卓宇後面的平唱 其實都是等於在寫劇評 所以這個禪宗說不立文字 偏偏禪宗主師啊 立得不夠耶 他覺得我只有足矣 你們一定還看不懂 所以他要寫劇評以前先來一個序言 所以前面這個緣無寇勤的這個垂氏 他就是等於寫劇評之前先來一個序言 然後這邊再分段一段一段的 找出這個劇情演變的痕跡出來 然後覺得還不夠 還要再把寫劇的宋鼓評唱 拿出來評論一番 最後還要自己再評論一番再評唱 這個緣無寇勤啊 真的很厲害 把我們搞得頭昏腦脹耶 本來剛剛我們你們練完了以後 不是覺得很清爽很好嗎 等到你聽完啊 你的腦筋都被他引到 砍得固固頂了 這樣聽懂嗎 被他的垂氏、肘耳、平唱 把你的腦筋啊 搞到像果腾都糾纏在一起 解不開啦 是不是 所以你看他的著語 他在罵這個趙舟這個老漢 又在搞果腾 結果看啊 緣無寇勤的果腾啊 比趙舟還多 所以這個罵人很容易的 但是自己要做到 不被罵是不容易的 反而搞了更多可以讓人家罵得出來 是不是 所以你們在看《必言錄》 你詳細的每一組去看喔 你會發現啊 這一些古實話的禪宗祖師啊 幾乎是唱作劇家的大作家 很會創造劇本 而且還不要找演員 自己演 而且不要排練 當場馬上演 連演出什麼結果他都不知道 他隨著劇情的變化 隨著創造新的劇情 做演戲 你看現在我們看戲呢 幾乎都可以一開頭就知道他結局會變什麼了 是不是 那是禪宗祖師的演戲呢 會讓你抓不到痕跡呢 所以原路扣群就認為 哎呀你們都笨蛋 都沒抓到他的痕跡 我已經抓到他的狐狸尾巴了 就這樣 所以才會演出 哇有這個必言錄 是不是 太棒了 真的很棒 好啦 那現在呢 你看看他的劇品 開始最簡單的劇品 怎麼劇品 你們再練一下 把每一劇練完 那個橘紅 那個不是那個 茄子獸的 再練一次 這個是什麼獸 子獸 子獸 子獸就茄子的演獸 好 好 再一劇一劇練 來 沒有沒有 你們要趙舟勢眾雲 趙舟勢眾雲 好 這個雲 他開口一講話 馬上原路扣群 就開始罵臉了 來 大家練下去 他怎麼罵 這罰 我打這罰 你看 他舉他示眾 連話都還沒講 他上台準備要開口 他就先罵 就先罵人 先把這個趙舟罵一番 來 接著 知道無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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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欄非欲 好 那這個原物扣群 趙舟說 知道無欄 知道無欄 是從 從這個三子的信心名 裡面的第一句 知道無欄 知道無欄 唯賢 簡卒 但莫生愛 動然明白 從最劇裡面的第一句 結果他一講 知道無欄 要成就至高最上最殊聖的大道 沒有任何困難 然後他的句評是說什麼 對欄 是有沒有罵他 你在說什麼 胡說什麼無欄 非欄非欲才對 是不是 罵他對這個諸道無欄的句評 他說非欄非欲 什麼時候欄 什麼時候欲 你們有沒有去推敲 什麼時候是很難 什麼時候很容易 好啦 那暗場的機關在這裡 接著 照著又唸 來 眼前是什麼 山主有宰 他這個句評 是什麼意思 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 好 等一下我們再一起說 先把它練完 來 來 還有一件事選擇是明白 好 山邊 少賣了 魚心水灼 要飛落毛 好生佛在你白地 誰生以路 這把祂向什麼出去 世主安心協悟 百年也有一個法復 好了 下一章 他有一章 把它練完 十九深問 記不在明白裡 而不實則是何 天好比以差 舍化上何 周云我已不知 發生的法案 報匯三千 哲云 何尚既不知 爲什麽戒道不在明白裏 看走向什麽出去 主教上出去 周云 文士集合 禮拜堂会 来到这一宗 这套会 好 你们有没有领会到原屋寇群 在这个造舟跟僧众演细的过程中 你们有没有看出原屋寇群 点出整个禅宗的 那一个禅旧的要诀在哪里 有没有看到他都是在点这个要诀 很重要的 很重要 好 那现在我们一句一句来看 看完了我会用一个比较简单普通的解释 接受还会再用一个更先入的探讨方式 来说明这一段 那说明这一段以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原屋寇群 对于这一座公案的那个垂势 大概这一个区只能讲到这样子 注意血斗的平唱 原屋寇群的平唱 大概没有时间讲 来不及讲 好 在这里昨天我们就讲过了局 就是举例 就是举例 赵州 他这边原屋寇群就是G 举这个例 赵州寿众云 那就是赵州大概都跟各位解释过了 那在这里呢 他的寿众 寿众 就是说上唐 输上唐 然后对着大众的开释 古十二的禅宗祖师有很多种方法 来进行开释 上唐也是一种开释 输众也是一种开释 这个垂势也是一种开释 等等他有各种不同的方法 来进行 那一般禅宗呢 不管他是垂势 或者示众 或者上唐 大部分都不会长篇大论 都不会长篇大论 不是在讲大部经典 不是这样子 所以他举了说 赵州开始要上唐说话 那这样子呢 都还没看底下他说什么 那这个时候呢 远路扩群就开始骂他 做老汉究竟在搞什么 你是不是又要 又要讲一些 让人家动脑筋中的越快 进行逻辑思考 把自己的心呢 就像果腾搞成乱串 乱糟糟的 人的纠缠不清 所谓的果腾就是纠缠不清的意思 纠缠不清 所以表示禅宗呢就是说 他这一句话呢 莫道做果腾 意思就是说你再怎么说 你都没有办法 坚正把道用语言文字来把它说出来 所以这个果腾相对的就在讲不立文字 就在讲说只要你开口讲话 那由语言来解释 那就是离这个道越来越远 所以为什么这个河头 附资这个法 政法演唱给毛佳塑 那就会讲不立文字 所以表示我们的语言文字 它是有局限的 要进入我们的涅槃心 我们回到我们住心住心的大道 是语言所不能及的 那既然语言不能及 要不要清除掉这些语言 否则语言变成了果腾 让你让不出来 被缠在那一个地方 所以我就在讲说我们现在很多人 疫情起不了的原因 就是被我们的逻辑思考的 这个推敲 做出了很多的诠释解释 才把我们的扁餐话头铲死了 所以被铲死了 你当然就起不了疑情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要把这个果腾 把它清除掉 是不是清除掉 但是他这边的果腾 其实并不是在虽然他有一点在扁 这个造作 其实禅宗常常 以扁代表在包 包奖你 听懂吗 禅宗主司不会直接包奖你了 一定是用扁的来显示 对你的包奖 是没办法用语言文字来包你的 表示这个是好到不能用语言来形容就对了 所以他这边其实是看起来好像是在骂 这个造作这一个老汉 但是其实是在警告我们 警告我们什么 你不要被他所开示的这一些话的表面 变成那果腾把我们铲死在里面 有没有在警告我们的意味 所以古时候对一个禅宗主司有独有为有修行的人 通常都会称呼他是老汉 称呼他是老汉 看起来好像是好像对他很不屑的样子 其实是表面的很不屑 其实相对的就是用内心最先诚的一个公经 一个公经 那贾定不这样来聚评 那这一出戏就显不出他的好在哪里 是不是 所以他这边他的意思就 哇你这一个老头啊 你究竟又在搞什么狗藤啊 那所谓的狗藤 贾定落到一个作家或者一个会修行的人 他反而这些NG会变成一个残疾 触动你 逼扎你 猛回头 所以这个只要你能够把它转为猛回头 这个狗藤转为猛回头呢 那这个狗藤就变成了一个残疾 就变成一个残疾 所以就问题是看你听赵州讲这些话 到底你是被残疾还是随着他的语言 就帮你行先穿透你心中 所有这些语言文字的障碍 这个过程 你有没有办法穿透过去 所以这边就是在警告我们 所以假定我们只有把他的开示 都拿来当为语言文字的欣赏 厨具的欣赏 词汇的欣赏很美 那你就接着变成被果腾绑住 假定你在听开示当中 你能够透过这个开示的声音 来穿透你原来脑筋浮上来的 杂论妄想穿透它 等于你就在溶解这些心中 自己创造的过程 使这些开示竟然变成了一个残疾 来带动你猛回头去探究开语 那决定你能够做到这样子呢 那果腾就变成残疾 变成残疾能够穿透能够猛回头 那这个时候你就把一个师傅的开示 原来是死了原来是纠缠不清 结果被你活化了 所以陈师有时候上唐开示 其实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清除 心中所有的果腾 让你有猛回头探究的机会 这个残疾 让你解词解够你心中的 这些纠缠不清的结构 那这个时候 师傅就坚正在帮你活化 你已经死掉了这个扁参话筒 他追剧化这扁参就变成了活力了 所以缘务扣勤 他表面追剧化其实很长的 那个意义就在这里 注意啊注意啊 你们不要单立在这个 他讲了这个表面的话的意思而已 最好你们都不要动脑筋 不要变成果腾帮你 反而是他讲的要变成是残疾 可以解除你心中的这个果腾 解构你心中的所有心结 让你活化过来 那这个才是重要的是不是 所以说只要公安 你哪来做语言文字的解释 你一定就惨了 你要如何 借用他变成一个 活泼泼的一股力量 来帮助你进行 永恒的进行事的带动你行先穿透 心中所谓的果腾的纠缠 解构你心中的心结 那这个都要靠着这些开示呢 能够触动你 逼杀你 那么一头你就做到了 所以有一些人在修行 昨天 威努财跟我讲 我们有一个比丘尼 在吃饭的时候 怡情正在抢 背后有人拿筷子 结果大概不小心碰到我们的 吃完 有叮一声 让他的怡情突然消掉 一消掉 他就进入一种无知的状态 就等到恢复意识一看 已经1点45分了 还是2点45分 1点45分 但是在他心中 人一刹脑的感觉都没有 所以这一个就是外面的生疏 会帮着你把纠缠不清的怡情 突然的把它解除掉 那这种解除掉就可以进入这一种 无知之之 无知之性 就是进入一个没有能没有索的这一种状态 那假定这一声呢 会让他觉得好像原子爆炸 那胖一声整个人都消失掉 哦 直接进入那个无知之性呢 那这个就又更好 就我们瑜伽就像一个气球 这一声是戳破让他气 咻一下就散掉而已 整个气球在心中消掉 这个消掉就会在解构你心中的心结 也在解构你数大五印的生理结构 这样听到吗 那假定爆炸的呢 那是虚空粉碎 那就更 所体验的所觉受的 以及将来所保验能够转的正量 就会更不一样 就完全更不一样 所以永迦玄姐在讲说 前后季端 前后季端中间不注骨 当体不顾硬死消灭 才会进入无觉之觉无知之性 那当体不顾 你动脑筋你就没办法当体不顾 所以有时候就借着外面的触击碰撞 突然间 让你 焦灼在疫情上面的消掉 直接就进入当体不顾 所以这个时候的当体不顾 没有能没有手 你才会进入无觉之觉无知之性 这样有没有听懂这一句话 所以你不要以为 袁吾扣勤在骂他这个狗疼狗疼 好像是 好像是真的 赵泽 既然是大作家 哪有这么容易就被抓到把柄 他抓到把柄是在暗示我们 你不要掉入语言文字的陷阱里 最好你就直接跳脱语言文字的陷阱 直接跳入他所说的陷阱 让你能够猛回头 所以我们的禅留子也很多人 都曾经表示过 在听我开示的时候 也会随着开示的声音 直接让他的心形声形声进去 到达他那个移情胶着的这个地方 所以有些人在听我的开示 他会一次一次的听 会随着他的修行状况 让这个一次一次听的开示 所对他的撞击所引出来的这个境界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每次听他就感觉到说 好像这个开示 是有不同的先前层次 也有他的不同的这个宽广度 只要定你能够听我的开示 一次一次听有这种感觉 就表示你有进步 只要定你每一次听 都是了无心意 你一模一样 那就表示你完全没进步 这样听到吗 因为现在我是以本里面 来提高我的开示的层次 所以他就说 哇 这老汉究竟又在搞什么了 莫达做果腾 是不是又来搅和这个果腾 最好闭口不要说最好了 但是偏偏还要说下去 那做到无懒 整个追剧化呢 就是从信心明来的 我们不要说 他是做到无懒 但是他却要还他 无懒 哪有这回事 他还没听底下 他只有说做到无懒 他马上聚评就跟他讲了 非懒 非懒 非意 哪有什么懒 那真的也那么容易吗 也不是 是不是 那什么时候懒 什么意 答案就在下面 是不是 就是 危险 就是 假定你心中有生起了 四十间的怨和的 恶元对立的分别计较的时候 就是 那就很难 那假定你完全避废啦 所有的分别选择的时候 那就很容易啦 只要你心中有生起 任何的恶元对立 那就很困难啦 只要你心中能够把 所有的恶元对立 能知 所知 能看 所看的 这一些能手 通通把它清除掉以后 没有能手 跳跃能手 超跃能手的时候 你就不会生起选择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 是不是 那今天还这么容易吗 假定这么容易 慧能跟慧明的对话 不输善 不输喉 不输善 不输喉 不是就没拣折了吗 是不是 善恶就是有恶元对立嘛 善恶一定有能手去租嘛 是不是 但是步步的时候 正好就是不输善 不输善 正好就是跟慧明对立 相对立的嘛 是不是容易 真的这么容易吗 也是很容易 因为这个时候正好呢 正义抹 正当没有减着的时候 你还要往内探究 哪个是零上座本来没有 若是到了这个地方 那你探究出来以后 当然就坚正的 永恒的一个没有减着 可说你这个不输善 不输善 这个不减着 是一个短暂性的 不是永恒性的 是不是 所以他的讲荣誉 是一定是包括了 在哪个是零上座本来的面目 这个弄清楚了以后呢 不减着才是坚正人 不减着哦 所以你不要以为不思善不思恶 就没有减着哦 你的不思善不思恶 你的有意见没意见 你的没意见你就以为你没意见 没意见后面的意见才多 不相信你们爱人相承 要做生意 老公跟你讲说我要做什么好不好 你就说没意见 等到他赔了钱啊 你的意见一楼狂 你们相信不相信 所以你的没意见是隐藏的 背后还有很多意见 所以那个时候哪里可以叫做 没意见就是没减着 你的没意见减着才大哦 你的没意见减着才大哦 好 那这一减着我还会再等一下 还会更详细的再来说 好再看 所以他这边他就开始在讲了 他说 他说飞燃飞翼 危险减着 好那这个时候呢 元悟寇群就说 恩钱是什么 三族游战 三族游战 恩钱是什么 好 他这边所说的 这个恩钱是什么 他反而就是再来 给他 批一下 再来批一下 批一下 那这个他怎么批呢 他就说 既然 飞燃飞翼 但是危险减着 那危险减着呢 他是在干什么 他就说 恩钱是什么 三族还在吗 意思就是说 诶 你在说什么 是不是 你竟然就是从 从三族那边抄袭来的嘛 那现在三族还在吗 那假定三族在 那你眼前你 你正在讲这一句话 这一个人究竟是谁啊 所以这个呢 也暗示了说 我们不要抄袭啊 我们不要抄袭啊 难道三族还在吗 那眼前的这一个是什么呢 你是不是抄袭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 以后啊 禅宗最忌讳的就是怕抄袭 只要抄袭来的 也都一定别人了 所以禅宗是讲究要原创 这你听懂吗 要自己有创局 你不愧去抄袭别人了 你这个这个 主到无人危险减着呢 是抄三族来的 难道三族现在还合着吗 所以现在 智慧财产权不得抄袭 论文不得抄袭 其实这个不得抄袭啊 世间法的不得抄袭啊 这个呢 源头是来自禅宗 禅宗你可以看看 我从十一大家都开悟 然后一路讲下来 你看他们每一个个个的开悟 有没有去抄袭别人 几乎都不抄袭了 台湾的国防部长上台 发现战略论文有抄袭 六天就要下台 这有没有听到 就要下台了 所以不可以抄袭啊 所以只要以后 我来逼你们的 你所打的 是禅宗祖师有打过的 后者我问过有打过的 那你就是抄袭的 就不是你自己的 但是你又不能不打哦 还要会答才可以哦 我不能老是问你 站在我边前这个人是谁 你只会谁 又问你喊是谁是谁谁 那只会喊是谁 那我再问你 那既然你知道谁 有多高 你就不知道了 既然你知道是谁 那这个谁死来哪里去 又不知道了 那你不能跟老是我问什么都喊谁吧 那只会喊谁 你不是跟鹦鹉一样啦 而且不分清白 清红照白的只会喊谁 人家现在鹦鹉训练到很会讲话 大殿面前挂着鹦鹉 你进来就会说 拜佛 一出去的时候他就叫 天流香 天流香 听懂吗 天流香要丢钱 不要拜了就走 他说他都还比你们聪明 是不是 所以他这一次评论显然 就是哎 你不要在这边 操作一些啦 要哪一些有创建的吧 是不是 要有创建的才可以嘛 不要老是都没有创建 但是呢 这个赵州很厉害 他可能老早就知道以后一定有人来批他 不管你怎么批 你既然叫我不抄袭 我现在就变个花样 今天就不抄袭 是不是 所以他马上就接了 才有语言是简拓是明白 这一句话他没抄袭 是不是 他就把简拓更进一步来来解释 什么叫做简拓 只要你有语言文字 一定就是简拓 一定分别 那语言文字之前是什么 你有起心动念 一旦你有起心动念 有语言文字 你就已经掉到简拓上面了 那最简拓是什么 他又讲的更明是明白 所以晚了我们从小到现在一辈子都合在自以为明白里面 你们有没有常常讲说我哪里不知道想什么 有没有 有没有 吵架的时候有没有 都是因为解读 对别人讲话解读错误 才会争吵 但是对两个人来说他心中都很明白 你明明这个意思啊 他说我不这个意思啊 你也明白他也明白 那两个人也明白为什么不一样 显然不是大道不是监理嘛 是不是 所以在这里呢就说只要我们一开口说话 那真的就是简拓明白了 好啦 他这边就说 哇两头三面 少卖弄 少卖弄 好啦他这边是什么意思 两头三面 就表示一个修行人 没有见证见到住心住性 没有见性的话 没有见到的话 也就是你根本就没有领悟到 体验到 整个禅的精髓的宗旨的要领 你都没有领会到 所以你就会靠你的脑筋 我们的响运就是融通妄想 加上 这个行运的幽影妄想 建立在巨生偶旨 法旨上面 人们又把过去所熏的阿赖予斯的种子呢 又起现形 作为根基 来产生整个融通妄想的回应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住远其说 然后住远其说呢 就一下子这样说 一下子那样说 要不然就把相同的问题呢 重复的 提出来的意思讨论讨论讨论 就是等于你根本没有见性 所以你没办法 一刀毙命 一枪毙命 所以就会东搜西搜 东搜西搜 两头三面 表示我们一个人一个头 结果你见到这个人说人话 见到这个鬼鬼说鬼话 好像有两个头又有三个面 你们有没有跟朋友常常讲不同的话 有没有 跟这一个人这么讲 跟这一个又另外讲 同样一件事情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讲 自己没有定见是不是 没有见性你才会撞着 所以这个就是古时候 在形容那一些没有见性的人 然后又喜欢辩论 喜欢口头禅讲来讲去的那一些人 就笑他们哎呀这两头什么呢 两头三面 就是这个意思 卖弄 就说 所谓卖弄就是故意的 来 搞花样 搞计量 搞技巧 来宣耀 来宣耀 所以他就 骂他 这个人物扣钱就骂他 你照着你以为你才有语言是简直是零百事创建没抄袭啦 哎呀我看你啊 是两头三面 故意在卖弄玄机嘛 是不是 你怎么一讲呢 其实都落吃痕迹来啦 你看哦 文物扣勤到这里有没有在扁他 但是呢 禅宗祖师你绝对不要以为他的扁就是扁 你一定要缓过来看 别人就是包 包奖的包 要用这样来对 就像慧能对 对这个欧伦一样 一个说有伎量 他说我没伎量 一个说我能断百思想 一个说我不断是不是 一个说对境心不齐 一个对境心肃齐 所以他就说 为什么他会想说你两头三面少卖弄 他就说哎呀 其实啊 这个雨啊 只要在水池里面游过去 一定这个水会被搅动 就会有一点点混着的黄机 是不是 这鸟一飞过去呢 一定会有毛会掉下来 尤其百丈山的鸟呢 常常会参残 拿出来给他看 我的窗户一打开呢 他这边就看到镜子 看到自己就 我刚出现怎么这边的意识 我飞过来他也飞过来 是谁是谁 看不出来 结果一回头一看 活进鬼这边又有 又往那边冲 是谁是谁 结果就移到参不出来 这个鸟娃就聳起来 聳起来毛就这样一直打 就掉毛了 但是你要看 看起来好像袁吾克勤在骂他 其实是告诉我们 小心小心 赵州的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才有语言 是简直是明白 其实已经暗中隐约的 来透露这个残疾了 在透露你要回到我们的 住姓的这个大道的路啊 这个残疾已经就在这一句话里面了 这有没有听懂 所以你不要以为袁吾克勤的这个 这个聚评好像把它扁到都一文不足 其实是在笑我们 你们这些傻子都看不懂 它暗藏了这个大道的这一条路 有痕迹了 你按照这个痕迹去走你就住到无栏了 连这个你都看不到这一条路 你当然就很困难了 当然就很困难了 这有没有听懂 所以古时候的人很会引用这个语句呢 所以我觉得说所有大禅师 真的都根据六子讲了 合法不理世间法 你要搞通合法你一定要世间法都精通 然后这个世间法里面都暗藏了 要回到我们住心住性的这一个大道的这一条路 这一条路这一条线 你就按照这样走就对了 好啦 请问各位有没有都在明白里面了 没有啦 我们每次有信徒来问我 问了以后他就说师父我知道了我明白了 我就知道完了完了 你的明白你的知道一定都不知道不明白 所以这个明白 究竟我们参产的时候要怎么搞 我们现在的凡乎见山是山见谁是谁 有没有觉得说什么都很明白 有没有 有明白吧 很明白 是不是 但是你用任何的主观方法 或者莫造禅或者禅宗的方法 只要你一有定 或者你的余情淡淡 你会更加明白 但是那个十二的明白 跟这边的明白是不太一样 因为这边的明白是因为有応援对立的比较简择 才让你取得认识作用 分别明白了 但是你修法精确的明白 我了之一切 我一用功 很远的鸟叫声平常听不到 我竟然可以听得到 太多禅儿子到百丈山打残去 功夫一做都可以听到四公里外的海浪声 平常你听不到了 那追个明白是短暂性 而不是后面的动然明白的明白 还有距离是短暂性 所以坚持我们的弃子追心明白 你就必须再用功 用功到余情很强 先兴世界浑染不知 进入不明白不清楚 你有了不明白不清楚 继续探究 把它打破以后 打破以后 也当然明白 那那个就永恒的明白 所以那个明白跟这个明白不一样 就不同了 所以那个明白是叫做什么 就是 照着讲 老生不在明白里 所以他的不在明白里 跟不明白不一样 不要弄错 不在明白里 你是要把明白 搞到都不明白 不明白不清楚 打破以后 当然明白 你才能够永恒的 何在不在明白里面 所以这个是有修行的过程 为什么 参场参到今天 有把自己逼到 心中陷入一种 不清楚 不明白 不知道如何是好 无路可走的状况的人 有几位举手看看 有几位举手啊 怎么都不敢举手 不敢举手 结果就摸头 抓脸 是不是 所以接下来呢 你看他接一个元务扣群 给他批 但是说 你不要卖弄哦 你已经露出横击了哦 其实是在褒獎他 他说 你这个老头还是有创新的哦 讲法跟以前人家不一样哦 但是你也不要高兴哦 你教人的这个痕跡 褒爪 找褒 褒爪 我也看得出来哦 所以他是要点给我们学的 点给我们学的 好了 那他说老生不再明白你 那这个不再明白你 因为 赵卓 就是在 信心明第一句话 开悟了 所以他不再明白你 他的意思是说 我完全不会掉到回到 有一个能诸所诸的 哪一种分别计较的明白你 世间的一般的 外人对立分别比较 让我们认识起明白作用的 我都不会掉到这个地方 所以他讲的老生不再明白你 不是我们的不知道不清楚不明白 有时候问 到底是谁 有的人就说不知道 完了 你的不知道 你的不明白不是 不是照着的 不再明白你哦 是不同的哦 不一样的哦 你的不知道 就是我没意见的意思 你的不知道 其实就是 掉到外人对立里面 你只不过选择用不知道做答案 好让你 暂时逃避 不要去面对 你心中的困境 继续探究哦 有没有听懂这句话 所以我们随便打一个不知道 跟他这个不再明白理 你打一个不明白 跟这边的不再明白理 是两回事哦 是差很远的 不要混为一谈哦 一个是在 外人对立的 这个简直之下 来选择逃避 不必面对心中的困境跟问题哦 他的不再明白理 是世间所有的外人对立 他都不会掉入这一个陷阱 去做任务的简直分配 所以他这个老生不再明白理 刚才前一句 原物扩群就主持他的残疾 他的痕疾出来了 那这边呢 哇 他讲得越来越露骨啊 所以你做老汉啊 根本就像小偷一样 像这个姐一样 你不要逃啊 你这个偷到东西 我已经看到你的 看到你啦 那看你还能够往哪里跑 我可以抓得到啦 这个是什么 就是表示 决先以路 决先以路其实在形容什么 哎呀你这个老生不再 明白理啊 你根本就把这个 祝高无上的大道的这个面目呢 根本都故意 显给我们看了嘛 我已经抓到你这个痕疾了 我看你哪里跑 我也可以进去啦 我也可以到那边啦 看你往哪里跑 但是抓捷啊 要有功夫耶 我发连有一个信徒 有一天晚上睡觉 结果就听到窗户有一个声音 一看 有一个影子 他就装睡 他就知道姐来了 装睡 结果这个姐走到他那边 还趴下来看看他有没有睡着 然后他就装死 怕说起来抓他会被他打架 结果这个小偷就偷偷偷 偷到最后他不从窗户走 就开后门 后门滚一声 结果他太太就睡在后面的房间 听到声音就起来 看到有人开门要走他就喊抓捷啊 结果过去喊抓捷 这个捷回头一拳力打 结果第二天 这个信徒的太太变成熊猫 所以禅宗祖师都不正面讲话 他就用哎呀你这个老子 所以有时候禅宗祖师在形容一个有修行的人 会教学的人 而且教得都很隐约的 把他隐藏在这个里面 要你自己去发掘他的痕迹 你才可以的 所以他是点出来 嗯 各位啊 小心啊 这个结已经露出他的 他的现象 而且也露出他往哪里跑了 那他这个痕迹在哪里 就在不再明白你 不再明白你 就是一个大道的痕迹面目 这样懂了吧 露出面目 所以你们不愿意 哦 他古宗祖师的禅宗讲话怎么这么粗鲁啊 他这样骂人的啊 是不是 但是这个看起来才知道 哦 骂得好耶 是不是 话里常来很多的玄机 来暗示我们 来教我们 来告诉我们 所以有时候禅宗祖师呢 都失用 不教就教 不教就教 不教你 其实他暗中在教你 他在骂人 其实是在包奖他的这个 这个显示这个残疾的 这一条路在哪里 所以他就 哦 你这老汉 你这老杰啊 哇 你不要再跑了 再跑了 我已经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 知道你往哪里跑了 所以这个 我觉得实在 非常好玩 所以元物客群 一定也是大作家 并不是只有赵卓是大作家 也不是当时的僧众来跟他对话 才是大作家 元物客群也很快的从这个对话里面呢 就能够试破 能够抓到赵卓他在教练的 那一个潜在的用意 跟里面最先诚的那个用心 把它点出来给我们知道 给我们知道 哇 所以这个实在是太棒了 所以呢 他这边做老汉 想哪里去 哪里去 这个是干什么 注意注意 不要错过他这个痕迹 按照这个痕迹罪 中的意思懂吗 做了幻想什么时候去 就是在提醒我们 注意注意 不要错过这个痕迹 按照这个痕迹走进去 你自然也会到见本来面目 你自然就知道什么叫做不在 明白你 你自然会不在调包 很多充滿了想像的空間給觀眾去想像 這個才是好劇情是不是 才是好劇情 所以這個實在是太好玩了 好啦 他講在這裡 他又來一個 是日凡覆習也無 覆習就是我們覆慈慈 也就是像大圓滿的無練法的 受慈修的慈 就慈慈你的貶性的地方 慈慈什麼 慈慈在這個不在明白裡 這個不在明白裡的這個貶體 就是我們的空性 我們的內盤心 我們到達大道的那一個貶家 那你有沒有付出住這個地方呢 也就是一個人 疫情爆破以後 你有沒有繼續保戀保護維持 那個時候的那個境界 就是覆習 所以他這邊來追劇說 是如凡覆習也無 假定你們有沒有這樣子繼續把他付出住啊 你看喔 其實他講這一句話 好像跟前面又有矛盾啦 是不是 所以這個他是故意的呢 故意告訴我們 本來是不利文字的 是他用語言文字來說明的 當然是會有所衝突的 會有所到不了的地方 所以他講的這一句話呢 哇 這個圓物過勤 更是抓到他的福利尾巴啦 說完了完了完了 趙周啊 你已經臭底的敗掉了 你臭底的敗掉了 既然不再明白你 怎麼還有一個複習啊 怎麼還有一個心來複習啊 但是各位要知道 其實趙周講的這個複習 是一個沒能沒所的複習 這樣有沒有聽到 沒有能所的 就是一個無諸之諸 無覺之覺的這種境界 我不是故意生起 我要付出他 我要複習他 保護著 保認著他 不是的 就像勇家宣解的 前後忌諾案中間助攻 當體不顧 應屬消滅 當體不顧 就是說假定你生起了 能照顧的心 你就又回到有能有所 就不是中間助攻 所以這個時候你不能夠生起照顧的心 也就是要你超越能根手 只要你超越能根手 一定要把心理空間擴大到很大很大 像一個虛空讓它自然的存在 不要生起一個能照顧手照顧 那這個時候應屬消滅 消滅什麼 消滅能手的奧元對立 那這個時候你才會剩下一個孤零零的 一個狀態維持在那邊 那這個時候你才會讓你的這個心體 顯出無覺之覺 無珠之性出來 那這個是什麼 就是照 照的功夫 照的功夫 所以他這邊的複習其實是在講 我們的心體一個照的功夫 又沒有在 但是以原文書來看 好像他前後矛盾 是不是 那前後矛盾 好 那原文書寇全就跟他講說 好啦 拜啦拜啦 你拜啦 你慘啦 有一個半個啦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 你根本我都還沒連出來跟你踢館 你自己一開口講話 自己就把自己贊敗了 那自己把自己贊敗是什麼 根本就不贊偶拜了嘛 是不是 所以他這個拜就是說 根本都不需要人來跟你踢館 你自己就就拜到很慘了嘛 是不是 那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那這樣子你既然拜來以後 那拜來以後 那拜了呢 怎麼辦 那還有一個 兩個嗎 還有什麼可以說話的呢 還有什麼可說的啊 就是拜的一塌糊塗的意思 好 但是他這個拜其實就是在形容 你實在是太厲害了 你太厲害了 你竟然把這個語言文字不能講 你竟然在這邊給他搞得這麼清楚幹什麼嘛 是不是 搞得那麼清楚幹什麼 所以他就喊拜啦 拜啦拜啦 拜啦 不好啦 拜啦 好 那接下來呢 好 那接下來呢 啊 當時呢 啊 當時呢 就另外有一個僧眾在那邊聽到 前面都是照著著說著話在那邊演戲 自己演 而且還故意演出拜筆 但是這個拜筆當中 其實在警惕我們 但是也在叫我們不要用我們有限的腦筋 來推測 來想像 不要用我們慣用的能知手知 來了解這一些東西 叫我們不要這樣子 好啦 那這個時候既然 聚評已經說他拜啦 哪需要有人出來踢官 那當然呢 事後軍事比較好幹 眾有沒有聽懂 要憑聚評 影評 要評論別人都很容易 但是自己要寫劇本 自己要演戲 就不見得寫得好 寫得精彩 也不見得自己演得好 是不是 所以從這邊看起來 袁奧寇勤也是很會搞這個事後諸國 所以就可以評得很好 好了 所以那個時候 聖宗就出來問 既不再明白你複習個什麼 哇 他說你這個老頭 既然都合在你這個不再明白裡面 那怎麼還有一個能復習的 人呢 其實各位看看 他出來踢館 我覺得他們兩個人都是很有修行的大作家 一個創作劇本 自己演 開頭講的話 後面馬上接下來 自己也創作劇本來對答 然後也自己演 自己演戲 是不是 所以這個兩個人真的都趁心歐起 就編起劇就自己演戲劇情來啦 演戲這個戲劇來啦 那既然你這個老頭不再明白你還複習個什麼 你是不是會讓人家誤會啊 你這個追劇話是不是有矛盾啊 其實這個聲眾是在點我們 我們不要誤會 不要把事實的這種明白 事實的明白 忽然對立的明白 有能有所的明白 來跟這個心性的 捏盤的 這個照 它的性 無覺知覺 無知知性 來做比論 來比較 千萬不要掉到那個地方 它意思其實是故意以問 代替我們來問 它就怕以後後人 它講這一句話 摸不清楚它的痕跡 它在說什麼 所以它故意出來踢館 好 讓以後的人來讀 可以提醒我們知道說 原來它已經代替我們動腦筋問 但是其實我看整個 這個聲眾是很厲害 實在演戲的 不是像我們想像的 這麼差 都動腦筋 所以這個我們要注意 要留意 所以這個時候 文露克群對這個聲眾 竟然給他褒獎 給他褒獎 說也好以一渣 鎖住善惡 鎖住善惡 那這個渣 也好以一渣 意思就是說 哎呀 這個 這個趙州老頭 既然這個講了矛盾的話 竟然出來一個聰明 靈力之鬼 來 來踢館 給他渣回去 渣回去 所以這個逼渣的渣 在古時候禪宗 蘇土之間 或者蘇兄弟之間 互相要來較量 較量的時候 那就是等於兩個人要來決鬥 決鬥 所以兩個人都是拿了劍 劍風相助 兩刃相交 那看誰厲害 這個就是渣 就互相叫亂我們的季風 看看我這一把劍力還是你的力 我的技巧好還是你的技巧好 要把對方逼到無路可走 那這個就是渣 逼渣 那這個渣 他當然是有世間的這個渣來較量 但是其實他這個渣 是逼得你的心理上 是不是有路可走 有沒有轉返的餘地 有沒有回血的空間 所以有時候那時候對話都是在逼對方 假定你是動腦筋的 你一定會被腦筋的局限在那邊 最後打不出來 最後沒辦法跟人家較量 那假定你是在空性當中 你的心是大到比虛空還大 大到像一個沒有圓桌的圓 那這個時候再怎麼逼 他都逼不到你的核心 有沒有聽到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活魯魯魯了 人家以為溜混蛋把你打傷了 結果混蛋了 根本都進不到這一個人的 碰到碰不到這一個人的心邊 根本打進來 完全不在他心中生起一個念頭一個想法 他就消掉了不見了 就不見了 所以緣務扣勤就說 正好正好 又有個人來踢館 也好好地來跟他逼一下吧 跟趙索比對一下 決鬥一下 看看 來決鬥一下 好 那手頭抵上腹 是什麼意思 你們試試看 手頭擺在上腹 來 手頭擺在上腹 講一句話 怎麼樣 手頭擺在上腹開不了口是不是 講不了話是不是 所以這些祖師太會形容了 逼得他沒話口說 逼得他根本都沒有轉身的餘地 把他逼死 結果他不這麼講 他講說 也好與他一逼一渣 然後讓他 索底上握 讓他開不了口 哇 這個實在太好玩了 用這樣子來形容 用這樣子來形容 誰意思就是說 不能開口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你的矛盾被我抓到了 現在你不能住人其桌了吧 我就贏了 我就贏了 好 但是各位要知道 這個禪宗屬師 哪有這樣簡單呢 是不是 不可能這樣子就被他逼輸掉 這個禪宗屬師 這個禪宗屬師 他又問他說 老生不再明白你 是如凡也復習也有 這個僧眾就說 既不再明白你復習過什麼 他聚口跟他答 我也不知 好 你千萬不要被他 我也不知搞混掉 假定他說他住 他就掉在明白裡面了 是不是 他的不知跟我問你們 到底是誰 你說誰 我說既然你知道是誰 那你又是誰 史萊惡又向哪裡去 史萊惡又是誰 你的那個不知 跟他這個不知不一樣 他這個不知是說 我根本都不升起事實間 有一個能知所知 所以我跳脫能知所知 我是一種無知之之 所以我的無知之之 我就叫他不知耶 這樣有沒有聽懂 但是表面的意思好像是 他答不知 一定他被我一扎一逼 沒話口說 所以就說我不知來逃避 就向我問你們 到底是誰 不知道 不知道 你就是逃避 不必不必去面對心中的困境 而去把他探究清楚 你的不知道 跟造主的不知道差很遠 這樣有沒有聽懂 人家是不掉在世間的能知所知的 那一種惡人對立的不知 他就是只有一個知 所以這個不知就是他只有一個知 無知之知 這樣有沒有聽懂 不要把他搞錯啦 但是表面上好像他答不知 就是逃避就輸得更慘啦 剛才他說 哇敗爺有一個叛狗 是不是 現在園務扣群 就把造主的答話 我也不知 哇 把他說什麼 倒退三千里耶 那就是一敗塗地的意思啦 是不是 一敗塗地 那形容起來就是 哇 造主這樣被一叉 就輸到倒退三千里啦 也可以這麼說 但是更重要它是什麼 你這麼一說 我堅是被你擠得倒退三千里 甘拜下風 所以也可以這樣形容 園務扣群見人說 你這個老頭堅厲害耶 是不是 你這麼一打 真的讓我好像 打仗 打輸啦 倒退三千里 我甘拜下風耶 而且下風很遠了耶 你都很遠 我實在趕不上你耶 所以他禪宗祖師都是 以扁 來作為包 包獎的包 看起來好像是在 在扁低這個罩子 其實他是把他捧到很高耶 是不是 好啦 但是這個字面好像都是在扁他喔 你看 連被這個小樓樓 這個小聲莊一問一踢館 你就死定了 你就倒退了 一扎 扎沙做老漢 正好一扎沙就把你這個老漢砍死 是不是 把他砍死 讓他沒話口說 這個實在是 我是覺得他們這一些 句評也很會評 讓我們這樣子 堅累是看好戲 看好戲 好啦 他答我也不知 哇這個聰明伶俐的 這個聲眾又來了 雖然我是罵他聰明伶俐 但是他的聰明伶俐 是動然明白的聰明伶俐 是故意演戲給我們看的 你也不要把他當成 尖略像我們是伶俐鬼 現在我們個個都是聰明伶俐鬼 所以餐取慘來都起不了疑情 就被自己的思想 邏輯思考 纏了半死 不得解頭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聲眾又問 和尚啊 既然你不知道 為什麼卻盜不在明白裡面呢 哇 這個踢館的臉太厲害了 他以為剛剛把他逼到 傑仙敗路 然後又把他扎到倒退三千里 現在又要把他逼到更 要上吊的樣子啦 要上吊 要把他逼到上吊啦 他就說 和尚啊 那為什麼卻他不在明白裡啊 現在我們餐產啊 起不了疑情啊 都是看表面 都是跟著這個聰明伶俐的聲眾學習 專門來抓乙病 然後來踢館 然後就用動腦筋的 就自以為很高 所以難怪呢 到宋朝以後 幾乎就從文字禪變成了口頭禪 這個兩頭三面的很多 口股之禪 討論禪起來 像雷戰鼓工程免一樣 搖起吶喊工程免雷戰鼓一樣 這樣子 所以他一提 原物寇勤又來復活了 但是這個原物寇勤的 這個聚評實在太厲害了 他都復活那個聰明伶俐鬼 我們這個假定沒有修行的人一看 會覺得 原物寇勤怎麼也 也站到這個聰明伶俐鬼的聲眾頭上來 怎麼沒有站到這個 趙周的這個追編 其實他兩邊都不站 他裡面的暗語很多 是不是 他雖然在包獎這個踢館的人 其實是在扁他 看起來在扁趙周 其實都是在包趙周 是不是 所以他看戲的人 聚評就說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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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啊 這個和尚既不知道為什麼 卻到不在靈拍裡 他一聽說 好啊 看你往哪裡去 看你往哪裡走 看你走向什麼出去 會把你追 追到你爬到市上去 那就慘了 哪啊 吃定你們被最多啊 你也爬市去啊 你就死定了 今年我們到漏雞山脈 運氣好得不多了 好像看到三處還是四處的熊 一次看到 它自己在走 一次看到什麼 熊在交配生小 好多人在那邊看 它演繫生命的這個源頭 原來生命的生生不息的源頭 就是從那邊來了 然後又看到什麼 好多人圍著看 結果就看到母熊 圍著那一棵樹 繞 繞 結果看到這一隻母熊繞有什麼好看 不對啦 原來一棵死掉的松是很高很高的 我看大概七層樓高有 竟然上面有三隻小熊 因為鋪掉葉子是變成棕樹的 結果這個棕樹毛就給它演繡 它們還會找保護塑 結果三隻小熊在高高的市井上 鑽來鑽去在那邊玩 在那邊玩 母熊是在那邊保護它 結果就很多人在那邊看 看結果公園的動戶保護警察 保護員就來了 就叫它要小聲 不要這麼多人在這邊看 所以這一隻母熊已經感覺到有敵人來了 所以它在那邊繞著 它心裡已經有一點環照不安 環照不安 結果勸著大家說 趕快走能夠走 悄悄的不要圍那麼多人在那邊看 所以看你往哪裡去 我這麼一渣會把你追追追到你無路口罩爬到市上去 爬到市上去幹什麼 等死 你被熊追你以為跑到市上多久了 正好被幹掉 你無路口罩 熊比連還會爬市咧 你們知道嗎 熊比連會爬市 而且還爬得快 爬得更快 所以它說好 看走向怎麼出去 這個聚評的人 好像他當時是親自在看他們踢館演戲的樣子 還拍手叫好 還要看好戲 看看這個趙周 你的這個殘跡敗露出來 被人家抓到福利尾巴 看你還往哪裡跑 會把你逼到無路口罩爬上出去 當然這個爬上出去 還有公案典故了 這個要講起來都還很長了 先不要講 先不要講 好啦 那你以為真的這樣 趙周就沒戲唱啊 還有耶 所以這個禪師很好 講不夠人家的時候 可以耍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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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趙周 假定整個構成 先不要看他先程的含意 假定你堅正是把這個來踢館的人 當成他是沒修行 也是聰明靈立鬼來踢館的話 那當然了 最後一定要不能夠跟他談下去 話不投機嘛 是不是 就是要感連嘛 要感連 但是其實他們這一個是一種演戲 臨時起義的 構築創造劇本 然後一個唱一個合 正好合起來變成一個完整的劇本而已 然後兩個人順便把他演完 是不是 把他演完 所以演到最後 像我講到這樣你都不懂了 我主佬就感連了 走連了 是不是 所以趙周就跟他講 來來來來 你問了這些問題 全部都有答案 都跟你講過了 都好啦 你可以禮拜了退 禮拜了退 那禮拜了退不是要感連嘛 是不是 所以這個演武扣勤就開始屏障 哎唷 還好 原來趙周這個老捷敗路 這個捷先以後 竟然最後還有這麼一招 可以耍賴的一招 他堅是個老好漢喔 竟然都臉皮這麼厚 被人家抓到都無路口疚 還感連 竟然這麼賴皮 就是形容他 哇這個趙周呢 堅得臉皮堅厚喔 最後還叫人家要跟他頂禮感連喔 好啦 不過老辣的臉皮還比他更好 不必等你們頂禮 我自己就先做人啦